最近,香港媒体爆出了一则重磅消息,王嘉尔的恋情被曝光了 爆料人更是展示了他的手写韩文情书,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动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封手写韩文情书的来历 据爆料人透露,这封情书是王嘉尔写给自己的心仪对象的 内容涉及到了两人的恋情细节 由于韩文比较难懂,我们特意找了一位专业的翻译进行翻译 据翻译称,这封情书表达了王嘉尔对这位对象的深深情感和思念 还提到了两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接着,来关注一下这则恋情的另一主角 据爆料人称,这位女主角是一位长相甜美、气质高雅的女生 和王嘉尔是同一所大学的同学 不过,目前尚未透露这位女生的具体身份 有网友猜测,这位女生可能是一位圈外人 因为王嘉尔一直都很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 除了这些恋情细节外,还需要关注一下这则消息的真实性 有不少网友表示,这则消息可能是假的 因为王嘉尔一直以来都很低调 不会轻易公开自己的恋情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认为,这则消息可能是真的 因为王嘉尔也是一个正常人 有权利享受自己的感情生活 王嘉尔,外号夜店小王子 走到哪都要去当地的夜店玩上几天 3月8日,回国不久的王嘉尔就迫不及待地 在上海某酒吧举行了自己私人活动 他还邀请了很多好友到现场一起玩 看视频就知道,这派对很是热闹 酒吧里聚集着各种帅哥美女 气氛一度达到高潮 王嘉尔也是拿着酒瓶直接对嘴吹 然而这群人中居然看到了一位让大家意想不到的 那就是咱们的拳王邹世明 视频里,王嘉尔一把搂住邹世明的脖子 一边拿着话筒向身边的美女们介绍邹世明 而旁边的邹世明不知道是喝酒的缘故 还是被王嘉尔勒得得太紧的缘故 面色通红,似乎还有些尴尬不好意思 这也不能怪网友们太大惊小怪 主要是就在不久前某知名狗仔就内涵过 W性男艺人生活混乱 私下经常约女粉出去玩 还喜欢在夜店私下找网红 当时就很多网友猜测是王嘉尔 而且王嘉尔和李一峰 韩国明星李胜利是好哥们 他们几个经常一起聚会,一起玩耍 然而李一峰和李胜利都已经被曝光私生活各种问题 单单王嘉尔一直没能独善其身 王嘉尔并不是第一次被传到这样的消息 许多网民拿出在夜店遇见王嘉尔的照片 还爆料他曾多次请美女出来玩 他不想让女孩们崇拜他 不能带手机,还喜欢网红的脸 就连王嘉尔自己的歌词里都说 我玩得很努力,但我更努力 私下直接承认自己是玩咖 在上年,李一峰被捕的事件中 牵连到众多知名男星 原因就是 曾经与李一峰有所牵扯的女网红弯弯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声称自己已经遭受到了威胁 紧接着她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自己将发长文爆料 这其中牵扯到17人 全文1万多字和272张照片 他表示目前正在处理敏感词汇 需要网友给他一点时间 弯弯一发 网友们就立马开始扒皮 其中弯弯提到的W性艺人 很多人都觉得是王嘉尔 这消息来得猝不及防 将王嘉尔的众多粉丝打得措手不及 王嘉尔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中国香港明星 一贯给人的印象就是 阳光帅气,多才多艺 还是很好的运动员 靠着男神气质 迷倒了很多女粉丝 今年28岁 年纪轻轻的王嘉尔 不仅仅是歌手 音乐人 主持人 还是MV导演 主理人 主设计师 创意总监 在北京有自己的公司 由于长期在北京打理生意 王嘉尔便将原本常驻香港的父母 接到了北京 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 他还是很优秀的基建运动员 曾经在个人运动生涯中 拿下三枚亚洲冠军 三枚全国冠军 九枚国际和中国香港冠军 这样阳光帅气 多才多艺的男孩子 在进了娱乐圈后 自然能迅速走红 尤其这几年 王嘉尔的暖男形象深入人心 内地的女粉丝很多都迷恋这位来自香港的小伙子 但是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就在这关键时刻 跟随了王嘉尔八年的战姐 突然在此时发文观战 还闪下一句 希望你永远记得 出发时的初心和勇气 无愧于心 这句话 可以说是相当的耐人寻味 而这个脱粉的战姐 在王嘉尔粉圈是什么地位呢 王嘉尔于2014年出道 她从2014年就开追 等于整整追了八年 然而王嘉尔还是让战姐失望了 战姐脱粉时 还提醒王嘉尔 不要忘记初心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连想到这几天李一峰事件当中 王嘉尔被牵扯进来 难免不被人议论纷纷 吃过这么多的瓜 大家早就领悟到这层意思了 战姐就是明星本人的前哨 他们一般能了解到明星不为人知的一面 现在战姐都跑路了 那一人八成是十锤无疑了 而且 王嘉尔时常被人在夜店偶遇 网友们也发出了很多王嘉尔现身夜店的照片 有人称他为夜店小王子玩咖啡 此外 王嘉尔的日常行为也是疑点重重 他无故消失了一个月 网友都以为期间他在忙着工作 但之后却没有出新歌 而是发了一张与李某利的合照 此外 王嘉尔还经常私连女粉丝 喜欢年轻漂亮的女战姐 而与王嘉尔有私下接触的女战姐之中 就有之前脱粉的那一个 原来粉丝早就知道 王嘉尔和李一峰的床扮 Blazee弯弯关系密切 早在2018年 王嘉尔参加巡演回来 莫名消失了小半个月 粉丝察觉出不对劲 进而发现了弯弯 这位弯弯 在李一峰的翻车过程中 占据重要篇幅 网友顺藤摸瓜 从他小号关注列表里 瞧见了很多的男明星 王嘉尔不是唯一一个 但却是交情甚笃的一个 很多人都知道 李一峰出席了李某利 2018年11月的派对 和弯弯俩人自此有了交情 在此之后的一个月里 弯弯狂发恩爱动态 对一位同月同日生的男人 深陷爱河 这个人自然就是李一峰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时王嘉尔也在 但王嘉尔不是在这里 跟弯弯认识上的 他跟这俩人的关系 比起李一峰要更早更深厚 弯弯曾在2015年 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炫耀自己和王嘉尔的友谊 是能一起吃饭的关系 由此可见 老早以前 弯弯就和王嘉尔认识 并私交匪浅 曾经弯弯在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自己有朋友 从北京来到上海 而这正好与王嘉尔的形成相吻合 接着弯弯自制了一款 巴斯光年T恤 没过多久 就被王嘉尔穿在了身上 前脚王嘉尔发了合作的新歌 后脚弯弯也零点转发 声称这是自己一手促成的好作品 以及弯弯还和王嘉尔 合作过的制作人互关 除此之外 雅人的线下行程 也有很明显的重合 多次聚会开心合影 并且出入同一酒店 穿情侣装 陆寒有一次和王嘉尔语音聊天 曝光了王嘉尔的头像是空白的 而弯弯在微博上晒出的 与疑似男友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 其中的头像就是空白的 和王嘉尔的一模一样 弯弯的聊天记录当中 男方说喜欢吃知识 了解王嘉尔的粉丝 都知道他是香港人 特别喜欢吃知识 弯弯还多次出现在 王嘉尔的线下活动当中 被人当场认出 这么一说 根据各种线索来看 王嘉尔与弯弯的关系 确实不简单 不只是普通的朋友 而是很有可能有 更深层次的交往 与此同时 一段女粉丝在美国机场 鼓励王嘉尔不要垮的视频 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视频中 王嘉尔身穿黑色短袖 头戴羊毛帽 戴着一副眼镜 显得更加温柔 看到粉丝过来接他 他的心情 似乎没有往常一样好 不过 王嘉尔还是拿走了粉丝的信 然后用这些信 遮住了自己的脸 声称是因为他没有刮胡子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样子很不方便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这也可能是 他没有戴口罩的原因 毕竟美国的疫情 还是比较严重的 如果他戴着口罩 他就不会再用信封遮住脸了 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 一位粉丝对他说的话 只听粉丝告诉他 最近很多艺人翻车的事 劝他不要塌方 听到这句话 王嘉尔的脸色明显变了 尤其是听到 别把房子倒塌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丝躲闪 事后 不少网友表示 看到他的眼睛 似乎就说明了问题 也有网友表示 他大概是在思考 如何不让自己的东西被曝光 如果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他一定是深正不怕影子邪的 除此之外 就在王嘉尔靠点头 来敷衍粉丝的提醒时 他身边经纪人的表情 似乎出卖了这一切 从图片可以看出 王嘉尔经纪人 盯着说话的粉丝 眼神有些飘忽不定 总觉得是欲言又止 不知所措 网友们看到了经纪人的表情后 都感觉不太妙的样子 甚至还有些眼尖的人 发现经纪人的耳朵都红了 颇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此外 还有网友认为 如果王嘉尔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 那么当网上 关于他的猜测浮出水面时 团队应该发表声明 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 截至目前 王嘉尔及团队对此事 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声明 此时估计不止 王嘉尔一方在瑟瑟发抖 一场有李一峰 而起的娱乐圈 他房之火 已经烧起来了 毕竟这位女主角的日常 极其丰富多彩 所以 跟他沾边的人 至少这段时间 都是男托关系的 关于王嘉尔的故事 你怎么看 你认为他会塌方吗 而弯弯爆料的 17位艺人 又会是谁呢 只有等时间 告诉我们答案了